一二三 探索妖后达己木之谜 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深夜 一位老农小卓丸 正高兴地赶回家中 而就当他路过一个小河滩旁时 林子中竟隐隐传出有狐狸叫声 这让最久的老汉顿时来了兴趣 自己这辈子还没见过野狐狸呢 可就在他缓缓走过时 发现哪有什么狐狸啊 只有一个小土堆 上面还有块刻着苏达己之墓的石碑 这给老农吓得就瞬间就醒了 慌忙地离开了此处 在第二天时 这个消息很快便在村中传开 每个人都对此事议论纷纷 狐狸精重现人间这传闻 闹得村里人心惶惶 随着传言愈演愈烈 很快便引起了当地文物院的警觉 接着一支考古队连夜出发 刻不容缓地来到了齐县 和现场的场景让众人鸦雀无声 这所谓的妖后打己木 居然仅仅就是个小土丘 周围更是破破烂烂的 要不是还有个石碑 不然说这是野坟都不足为奇 这该不会是别人伪造的吧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时 另一边的考古队员 居然又相继找到了 昼王墓和江皇后墓 这不禁让专家陷入了沉思 按照史记中记载 在昼王将昼王杀死后 也将祸国殃民的妖后达己 一同杀死了 但并没有描述达己死后的埋葬地 专家对此翻阅大量文献 终于在一本县制中 找到了些蛛丝马迹 上面记载称 在牧野之战中 肘王大败 一路逃到露台自焚而亡 最后埋葬在了昭哥城外 而这地方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起县 这意味着 三座墓葬极可能都是真的 而这一切的答案 还需要打开墓葬后 才能知道真相 河南起县 惊险妖后达己墓 墓中金银财宝层出不穷 其中一具诡异尸骨 令众人诧异不已 在观察一番后 发现这海骨竟不像人骨 难道这苏达己 真是个千年狐狸精 随着一块硅甲的出土 达己的真面目 终于浮出水面 专家看后更是直呼 原来我们都冤枉他了 在对墓葬勘测一番后 专家发现墓葬的风土 约有三米左右 这和周商时期的 丧葬风格是一致的 应该并非为后人伪造 因此处已经是人尽皆知 为避免被盗墓贼盯上 考古队立即 对其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让人没想到的是 墓葬外虽十分简陋 但这内部却暗藏玄机 不仅修建的十分完善 还有着许多价值不菲的陪葬品 金银玉器 数不胜数 各种青铜器铺天盖地 看到此景 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而就在众人手忙脚乱的 发掘文物时 一具骸骨的出现 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只见这具尸骨形态怪异 看着并不像人的骨头 反而更像是兽骨 难不成这达己真是个九尾妖狐 想到这儿 现场众人顿是冷汗之流 传闻 苏达己是咒王宁臣 费重的外甥女 因咒王晚年时疯狂痴迷美色 费重为谋的高官厚禄 内推自己外甥女达己 服侍咒王 而达己在进宫途中 被一只千年狐狸精夺赦 接着以达己之名 接近了咒王 随后便是他祸国殃民的一生 史记因本记中记载 地咒好酒银乐 爱达己 达己之言言听计从 说白了 就是咒王相当喜爱达己 达己说啥 咒王干啥 甚至有一次 达己说在池子中 倒满美酒 树枝上挂满烤肉 让众人一同玩乐 咒王都欣然接受 从此咒王奢靡度日 每天都和妃子 在这酒池肉林中 虚度光阴 不仅如此 达己还发明了炮落之行 意思就是将犯人绑在 一根烧得通红的柱子上 将其活生生给烧死 可谓是残忍至极 以至于周围人都看不下去 可达己却十分享受着过程 他一生的恶行数不胜数 抓千万百姓为其修建摘兴楼 蛊惑咒王残害忠臣 说其祸国殃民不足为过 但随着发掘的深入 一个龟甲的出土 却瞬间颠覆了众人的看法 河南旗舰挖出妖后打紧墓 墓内发现诡异尸骨震惊众人 在观察一番后 发现竟相似兽骨 而随着一块龟甲的出土 上面的内容就让专家直呼 我们都被历史给骗了 这真实的达己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龟甲的出土 很快吸引了众人目光 专家观察后发现 它应该来自于商朝 而上面记载的内容 着实是让人大吃一惊 原来这苏达己 非但不是个祸国殃民的妖后 反而是位忍辱负重 为了部落安稳 宁愿舍己为人的悲惨女子 苏达己原本是苏国人 其家乡是如今的河南交度温县 据史料记载 昼王六十岁时 率兵到了苏国地界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 臣服者需要上贡战利品和美女 因无力反抗 达己的父亲便采用和亲的方式 将相貌不凡的达己上贡给了地心 而达己费力的取悦地心 也仅仅只是为了有自己部落的一席之地 龟甲还记载说 达己入宫时仅十六岁 而不到一年的时间 商朝便灭亡了 一个不安逝世的年幼小姑娘 咋可能仅用一年 便让存在百年的王朝灭亡 而且商朝女子地位是十分卑微的 在朝廷上更是没有话语权 怎么可能会干涉政事 再加上达己母族势力单薄 像这样背景不强 但貌美如花的女子 在被带回后宫后会过怎样的生活 那是可想而知 而商朝也并非我们所想的 因为达己蛊惑昼王才灭亡 其真正原因有三点 一是征伐过多 国库的消耗过于庞大 二是树敌太多 咒王四处征战 诸多小国因此覆灭 导致众国对其的仇恨只增不减 第三点则是咒王的暴政 他残害忠臣 鱼肉百姓 当时的国民每日忧心忡忡 以至于最后西周攻来时 众多军民纷纷倒戈 加入了讨伐咒王的大军之中 可以说商朝的灭亡 极大程度都源自自身因素 而达己只不过是背了个黑锅 至于那瘦骨 在专家带回检测后发现 只不过是人骨 长时间埋在地中 导致其骨骼有所变形 因此才误以为是瘦骨 到此为止 达己身上的谜团 也终是真相大白 如果不是这木志明的出土 我们对他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影视作品中 那个祸国殃民的狐狸精 也多亏古墓的发掘 让我们认识到了真正的苏达己 对此大伙有什么看法呢